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無語錄和longhair.com的時間 Online的時間 9月3日昨天大家看到了 現在在市面都宣傳了一件事 就是習近平去到紀念了這個抗議 大家看到他很神釋形狀地弄花圈 下午他就開了一個座談會 這個座談會的規格非常之高 所有的大媽灑都去了 這個座談會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有個所謂五個不答應 這五個不答應就是聲色俱例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回應這個 這個蓬佩奧在7月有一個演講 說要將這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開 就說要跟這個中國人民要有接觸 以及鼓勵他們爭取民主 當然這個習近平說五個不答應的內容 就是回應他的 其實他裡面說的就是人民答應不答應 當然人民答應不答應是一個最好的答法 就是你說人民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真的同意你的意見 其實很簡單的 一個政府或者一個國家 人民答應不答應就很簡單 你看看現在拜登和特朗普 他都問人民答應不答應 是不是飛來飛去說那麼多事情 特朗普做那麼多事情 這個拜登又是飛來飛去做那麼多事情 為甚麼呢 就是要人民答應 那你在問人民答應不答應 但是人民答不答應到 不知道的 怎麼搞呢 就等於應該禮拜有得選舉的 現在人民想答應都不行 因為你不給人選舉 或者人民要答應某個人 就是投票給某個人選舉做他的代表 都不能答應 因為你DQ別人那些候選人 那大陸就更加不用說了 是不是 就是叫多黨合作 就是美其名就是 就是中共一黨獨大 其餘就有八個民主黨派 就在政治協商會議那裡 就在那裡開會 開完會之後 八個黨派就跟這個共產黨 這個長期合作 是不是 這個 一起去美其名為多黨合作 其實九三 九月三號這件事情 就是抗日戰爭勝利 現在大陸也有一個民主黨派 就是開正向美的 叫做九三學社 九三學社 為什麼會用這個名字 很自然 1945年 9月3號 日本正式投降的時候 有一幫人就 九三 不如就弄一個九三學社 當然它是計劃 那天計劃成立 就是用這個日子來紀念 但是正式成立 就已經是下一年的五月四號 他們 為什麼會參加這個政治協商會議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國民黨 是 好像共產黨一樣 一黨獨大 不肯開放政權 所以就要有 因為這個打仗之後 人家覺得 大家都有份 抗戰 所以大部分的政權 都要開放政權 因為在抗戰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到 我都有份 大家共同抗戰 所以就要求國民黨召開政協會議 國民黨召開了 但是很多黨派覺得它沒有誠意 所以就杯葛了 但是最後來都有一個政協會議 就是在1949年的9月29日 在這一段政協會議成立之前 其實很多當時的 除了國民黨和共產黨 很多在抗戰之後成立的政治團體 都是在中國裏面發生政治影響 當然是國共最厲害的 因為他們有槍 其他他們得之不 這一班這樣的民主黨派 其實是幫助了共產黨奪權的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 尤其是在城市 有一個政治運動要求 結束一黨的獨大 令到國民黨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其實很多人說 因為這樣美國也要不支持國民黨 有些人這樣說 因為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之下 經濟搞得很差 又有貪污腐敗 所以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說 其實是和共產黨一起去 向著一黨獨大挑戰 在1949年差不多 米爾承範 共產黨軍事都差不多勝利了 就召開政協會議 裡面就有共同綱領 共同綱領就是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起 簽一個共同綱領 即是大家依據這個共同綱領 去建立所謂中央人民政府 換言之其實是一本好像憲法 這個共同綱領裡面 對於未來的政制 未來的政府 是有一個規劃和構想 和政治的制度 好了 這個共同綱領 是大家簽了的 其中一個就是 有一點就是 中央人民政府 二國級政府 和人民代表 應該是由普及而平等 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 即是我們現在說的普選 是很可惜 到了共產黨已經打敗了國民黨之後 這個共同綱領 這個條路慢慢好像開了 不見了 所以是1954年的時候 這個 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的憲法 就沒有了普選這件事 也都 將這個政權 是變成了民主專政之後 共產黨已經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由1949年到1954年是5年的時間 發生了什麼呢 當然有很多政治運動 或者是用武力去將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 或者共產黨認為是敵人的人消滅 這個一定有 但問題就是當你去建國 這個叫做中國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你那個權力的來源要解決 如果不是普選的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當日已經是實行了一種制度 就是叫做黨委特權制 當接收政權的時候 共產黨在所有的社會組織 你什麼都好 總而言之說得出的 他都有一個黨委在指揮在一起 什麼都要經過黨去過問 這個當然是很明顯 就是說人民答應不答應都太遲 如果已經建立了一個黨委的制度 而這個黨委的制度是可以擁有軍隊警察去鎮壓人的時候 人民答應不答應都沒有意思 也都不可以選 所以其實九三學社這個團體 你說 為什麼我會想起說 其實九三學社本身就是其中一個 為了紀念九三 這個日本投降的政團 你說他現在去了哪裡 其實昨天他也有開一個座談會 不過就躲在一邊而已 就是說他有開過一個座談會 座談會很好笑的 就是擁護這個共產黨的座談會 很好笑的 這個擁護共產黨的座談會 就即是好像是這個 這個拜登就開一個座談會 擁護特朗普一樣 如果你真的有民主選舉 或者你容許這個政黨政治去 用他的政綱 用他的政治的理念去吸引選民支持 來代表他管治的話 其實他就在那裡說 他就說 我們堅持代表選民的支持 他就說 我們堅持代表選民的支持 黨的領導集中表現為 增強四個意識 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持 這個自然是習近平早前說的事情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笑呢 其實 少中有雷 因為這個 八個民主黨派 其實在這個 第一屆的人大通過了新的憲法之後 其實他們的命運 就是非常坎坷 就是 好像我們的通過了基本法 一會兒又開始轉 其中這個 九三學社裡面 就有一位人興 就叫做 柱安平 他的命運 就講明了 九三學社的命運 也都折射了 其他民主黨派 那些政黨的成員 或者一些知識分子的命運 他怎樣呢 首先就要講 就是說 在1953年 斯泰林 這個蘇聯共產黨的 暴君 就死了 改朝換代 權力鬥爭 到1956年 2月 就開蘇共二十大 因為要解決權力鬥爭的問題 其實跟現在 現在 在大陸的 都差不多 你是哪一派 你是哪一派 經過了國力之後 然後就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所謂黨代表大會那裡 就會 去安排新的人士 是用力量的 那麼1956年的2月 蘇共二十大 製作了一個秘密報告 就說這個 暴君斯泰林 是挺壞的 怎樣由 這個 要這個 人民服從全黨 全黨服從中央 中央服從政治局 政治局 服從政治常委 政治常委 服從斯泰林 這個我們都很熟悉的 是不是 現在看到的 差不多的 這個這樣的 報告的炸彈 原來 以前說的蘇聯 在一個天堂 原來不是的 就好像變成鏡 其實它會折射回 不同 在這個類似蘇聯 這種這樣的 由一黨去 專制的國家裡面 所有的弊病都會有 都會反映出來 所以 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尤其是當 大家要明白 在1956年的時候 那些民主黨派還可以 繼續參與政府 雖然現在不能夠 扮演一個主導的地位 譬如現在 有一些民主黨派的 領導級的人物 可以做到部長 或者做到 這個 這個 其他的職位 做到這個 在政協裡面 都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麼 到了這樣的時候 很大的震動 包括很多在共產黨裡面的人 都覺得 原來是這樣 再看一看 在這個大陸發生的 由這個黨委特權制 發展出來的 種種對權力的壟斷 一種 用這個 暴力去壓制不同意見 或者是 用所謂群眾運動去 鬥爭那些 跟他意見不同的人 政敵 很大的觸動 所以在 1956年 當這個匈牙利爆發了 革命 蘇軍 衝進去 用軍隊去鎮壓 血腥這樣鎮壓了這個匈牙利的革命的時候 這個震動自然在中國也會引起全世界都受到震動 是吧 因為 大家都是類似的國家 是吧 所以 在這個 1956年 4月 其實共產黨 在這個 那個 蘇共的二十大給予的報告 出了之後 其實都說 我們要 整風 因為他覺得 如果 不再去 疏解一下群眾的不滿 可能會 令到自己的統治受到挑戰 是吧 官僚主義 或者貪污腐敗 所以在1957年的1月 毛澤東提出了 在這個國務院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就提出了這個所謂雙八方針 就是 百花齊放 博家爭鳴 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 是吧 就是 希望那些人幫手整風 幫共產黨整風 你是黨外人士 不要緊 有什麼去說 是吧 雙八方針 長期共存 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 像現在我們說的那些監督 是吧 我做莊 不過你要幫幫我手 給我一粒藥 我吃 好了 這個做法出了之後 當然是會引起到很大的反應 因為一個共產黨的頭頭 一個主席 居然間這樣說 是吧 所以其實 這個 在九三學社裡面 有一位 很出名的 一位做新聞工作的 柱安平 代表九三學社 是吧 因為他本身是做新聞出身的 他在國民黨統治的時候 曾經搞過一本 這個觀察 周刊 這個非常賣得 這個國民黨是要封他 但是呢 越封越多人訂 是吧 好了 這個共產黨 這個 這個 見證之後 就馬上說 我做一本新觀察 你做 要新的 更加好的 好了 在這個老毛 提出了這個雙八方針之後 柱安平就更加 好像 當紅炸子雞一樣 是吧 叫他去做這個光明日報 作為一個基地 去搞 有這個雙八方針的東西 這個 這個 柱安平 真是不懂得死 他真是信以為真 那 在 1957年的4月30日 老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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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加 方死不得了 在4月30日 在這個天安門城樓那裏 那裏 再贈了幾句話 好像 再贈了幾句話 打氣 就叫做什麼呢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言者無罪 民者觸戒 有則改之 無則加免 喂 說到明 是吧 你知道多少 講多少 是吧 你知道的 就要講 講多少都不要緊 講了是沒有罪的 聽了那個自己呢 就要執生 有的改 沒有的 就當是 鼓勵 加免 啊 真是 厲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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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心的 這個跟國民黨不同的 是吧 真是會 聽人說的 所以在 6月以後那天就是 兒童切 這個 大陸的兒童切 那他就 在6月1日出現 出席這個集會 接著在這個 這個 這個 會議上面 接著就 自己 講了一些 提了一些意見 當然這個 這個意見就是令他 很大件事 就是 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出意見 那他講來講去講什麼呢 就是說 共產黨 大大小小都安排了些人坐的位置 有些都 完全坐不到那個位置 但是要硬坐下去 是不是 事務巨勢 大小單位 一個科 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頭 是不是 都要 黨員 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 要黨員 點頭才算數 這些做法 是不是 過分了些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就去問這個 周恩來和老毛 一個是總理 一個是主席 他說 我們聽到毛主席 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 1949年開國以後 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 有三個黨外人士 四個副總理有兩個黨外人士 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 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局的副主席 只有一個 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 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 這且不說 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 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 就是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 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 這樣的安排 是不是可以研究呢 其實都很卑微 你曾經去 這個 答應過的事情 你說要做的事情 改了 是不是 我不是要多 我要回我自己那份的 其實他都沒有提倡選舉 老實說 這個 他最沒有規矩是怎樣 他就說那些 在各個社會單位組織裏面 那些共產黨員不清晰的 叫做小和尚 他還問這兩位老和尚 老毛和毛澤東和周恩來要請教 立即龍顏大哥 你以為真是 這是百花齊放百家真名 言者無罪文者觸戒 不是啊 好了 一到這樣的時候 老毛覺得 真是不行 如果這樣再搞下去 好像火一樣燒 因為當時很多 在年輕的學生 知識分子 或者共產黨裏面 一些年輕的人 都 以為真 就起來響應那個 雙八方針 是不是 老毛馬上 反面 厲害 他又變魔術了 他說這個是陽謀 他在人民日報那裏寫了一篇文 就是香花和毒草 我說這個是陽謀 你們哪些香花和毒草都引出來 是不是 一變而為 就是要搞了一個反右運動 是這個 向這個 右派分子的槍狂 回擊這個右派分子的槍狂進攻 一聲 一夜之間 立刻轉了 是不是 這個儲安平自然沒有運閒 是不是 這個93學社都沒有運閒 是不是 這個反右運動 造成什麼傷害呢 現在就沒有什麼統計的 因為 那些有正式統計的 共產黨自己後來 說的就是說 根據他自己說的 有55萬人 被劃成右派 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 是下放去農村 和工廠去勞改 是吧 包括 後來的朱鎔基 有140萬人 就遭到這個 批鬥和迫害 是不是 有些就弄死了 其實 遠遠應該不止這條數 因為 當日有個謠傳 就是有個說法 毛澤東就很信 鄧小平說這個做得事 就說這個 怎麼反右啊 有些人匯報 這個 毛澤東說是不是搞錯 右派分子 據我 不斷猜一猜 都有5% 是不是 在那些人口裡面 就是成年人口裡面 就找5%出來 這個就是冤家錯案 這個 其實反右運動 去將這麼多人 夠膽提意見 還有 很多是知識分子 將它 一網打盡 是不是 因為共產黨感受到 如果它一開放 被人說話 即使是說得對 只出了個問題 可能都會令到自己 整個 一黨的管治 是 這個 受到挑戰 那就反面了 是不是 這個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在共產黨未當權之後 都已經在1942年 因為在宜安的時候 有些知識分子走了去 宜安那個革命 根據地老毛都要搞 毛澤東都搞 搞這個 宜安文藝座談會 將那些人不斷殺 是不是 建國之後也都有這個 建政之後也都有這個 鄧狐豐是早過這個 這個 這個雙八方針 和反右運動的 那很簡單 那張柏軍 就即時 在九三學社會 變成一個麻風證的人 沒有人理他 是不是 其實 所有人都是這樣 只要你被共產黨 一釘上去 跟著批鬥你 已經是 不用做人了 因為 老實說 當時是 一個 所謂公有制的 你吃飯 做事都是靠共產黨 都不要算那些 暴力 逼那些 那些 右派 反右運動 做了什麼呢 就是說 將一些追求 民主 自由的人 槍打出頭 殺了一批 先 將他一網 打盡 流亡之餘 沒有計 好了 這個有什麼禍害呢 很簡單 隔了兩年之後 就 所謂 大饑荒 老毛 你說大煉鋼 超英改美 不斷 亂這樣說 說出來之後 誰敢搏 因為 如果你是 真是 知無不言 義無不盡 你就死了 還有人 出聲 認識那些人 都走了 不認識那些人 又不敢說 是吧 很簡單 這個就是 造成了 三年災害 餓死三千萬人 這個老毛 現在都很好笑 說起就是 哦 當這個 說 某產萬根拍照 說那些人 站在那些 和道上面 他的信 是不是 傻的 把那些廢鐵 去拆攔 然後拿自己做的爐 去煉鋼 誘信 是不是 直至到饑荒 那些 共產黨幹部 瞞著老毛 因為一定要說 他老人家英明遠見 毛主席真是偉大 都不敢說饑荒 還在荒布著 這個 糧食封 這個 豐秀 老毛說什麼 這樣 起多些糧倉 如果起不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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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 這樣 這個 就是 人民答應不答應 真的無法答應 好了 到這件事可以發生 後來 在這個 三面紅旗 大躍進 老毛 被這個 中共黨外 批評 是不是 退居 退居 這個 二線之後 到196年 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 是這樣的 人民答應不答應 人民可以答應嗎 一出聲就可能已經抓了 到後來我們看到 劉曉波那些 其實都是一直這樣 由一個 一黨 獨大 但是 是這樣的 令到 人民答應和不答應 是沒得說的 是吧 直到六四都是 人家問你 喂 你回答一下我 回答一下我 我希望有民主 是吧 如果你說回香港也一樣 喂 當日 《基本法》寫得這麼 寬敏堂 當你問他 喂 喂 不是喔 應該有普選的 他怎麼回答你 我的權在我那裡 我給你多少 就給你多少 是吧 是吧 所以其實 你看到的 整件事是 由 你看回上去的時候 就看到整個 就是脈絡 這個 香港今天都是一樣 指鹿為馬 顛倒黑白 這個 鐵味權貴 是吧 你做那個 這個 所謂 全民自願的 檢疫都是 做成大龍鳳領 都一夜 開心 自己又好像做了些事情 就可以了 是吧 這個 由人民答應不答應 都沒得說 後來就連共產黨內部 反對意見都殺了 又是答應不答應 你可以答應嗎 是吧 搞到一個最荒謬的 就是 劉少奇 被人家說 他是叛徒內奸公賊 都可以的 一個堂堂的國家主席 可以成立專案選手 都搞你 所以其實看回 我們今天看到的事情 其實都不是 第一天發生的 只不過就是 就是 在香港 我們是十目所視 也是一個國際的大都會 在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共產黨 共產黨還未 在國際上成為一個 第二大的經濟體的時候 那本基本法裡面的東西 它好像跟你說 扯一扯 做到最後 最後二十六年 就說沒有的 不好意思 跟這個共同綱領 變到憲法的時候 沒有了普選有什麼分別 是 很簡單 是不是 很簡單 這個 講到這裡 我們答應不答應呢 原來有選 這個禮拜日有選 現在不可以選 我們答不答應呢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得投票呢 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投票呢 大家自己想 大家要表示答不答應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的了 不用我多說 如果你不出聲 人家就說你啞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 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是不是 希望大家會出來 就是會 會 會 其實我想選的 我想參加選舉 為什麼現在不能選呢 我想選某人 為什麼不能選呢 是不是 這個 希望大家 看完這一集之後 會明白到你不出聲 你就什麼都沒有 他問你答不答應 你就告訴他 我答不答應 是不是 是不是 其實 在這個 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是要 能夠 在很大的壓力下 能夠表達自己應該說的話 是非常之重要的 希望大家 這個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百花齊荒 百家真名 好 下次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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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